今天一家唱片公司为了庆祝他们一周年 特别举行了一个庆祝派对 他们旗下的香港、台湾和内地的艺人 也聚首一堂,非常开心 虽然这家公司早前有不少负面新闻传出 不过这一天他们似乎都非常团结 一起来赫公司 之前一直盛传 郑忠基将会出任自己所属唱片公司的CEO 而昔日经理人黄柏高 更被逼调去电影部 而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关唱片公司的种种负面传闻 就好像没完没了一样 一时有指内部分化 一时又说没粮出等等 这天唱片公司举行周年聚餐 黄柏高和雷仲德也是座上客 两位也就各样的传闻作出澄清 Hello,Paco和Mark,你好 你好 今天出席公司周年的聚餐 其实自己会不会觉得 感觉到那个士气回来 什么?士气回来?不是啊 我们一直组织得很好 全公司更加团结 大家看到 我们更加有很多新的计划 在现在去新的发展 我觉得全民的东西不需要澄清 越澄清越多问题会出来 所以今天主要是第一次我们是三个地区中港台的艺术 和工作人员聚在一起 给大家传媒看到我们的合作是怎样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做一向做开的事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多揣测 Paco吊绩后有各式各样的传闻 只但说到Stephy和Theresa的不和传闻 就已经是旧故事 早前Theresa在网站上公开支持Stephy的新书 令Stephy直言患难见真情 不过这日她们的表现又似乎生疏了一点 影大合照时更加分开企 好像没有什么交流 Stephy和Theresa就说大家可能想多了 我觉得大家是太敏感了 我们今天那么多人 我们很难一直在谈话什么 所以大家可能座位上面都是公司的安排 所以我们都没有什么意见 大家不要太敏感了 对于友子被孤立一事 Theresa这日就否认不开心 还说会和Stephy打招呼 其实这日这么多人 很可能真的刚好看不到 这日出席的歌手 还有台湾的阿妹张惠妹 小猪罗志祥 组合棒棒堂 内地歌手周不唱等等 而这日出席的歌手胡燕芬 有指她早前涉嫌遇上交通意外后 不顾而去 不过她已经在上海召开记者会 向伤者道歉 表示感到内疚 这日亦有透露事件发生后的心情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不如意的事情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说我永远是一帆分顺的 对 但是这些事情当你碰到的时候 你就要坦然面对 那我觉得说 要勇敢地去接受它 然后慢慢地去思考